云林县击败桃园晋四强,胡镇丽红满贯,炮事关键工程记者尼婉军社,记者尼婉军花莲报道,今年才第二次参加,云林县就击败最具冠军箱的桃园是晋四强,总教练李新国对小朋友的表现很满意,况且坐一趟车过来就要十一的半小时,真的路途遥远。 面对八强战的对手桃园,云林县根本没想过会赢,就连对桃园轰出满贯炮的胡镇丽都说,赛前以为会输,结果轰出拳雷打,真的很爽。 胡镇丽的一棒也让云林县打出参赛最佳成绩,只是后来在四强战中以八点十二分不敌新竹线也无缘场进冠军战,李新国则说,没有关系,这样已经很好了,只是说前一场太开心,这一场真的松懈掉,反正明天还有三四名五年级的小朋友明年也可以再来。 能来参加维力杯,李新国认为对于棒球沙漠的云林县是很好的比赛经验,也能让小朋友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小朋友多半是弱势家庭出身,父母平常忙于工作,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来这里,所以带他们来走走,很不错啊。 只是这趟路程真的很远,我们来的时候就坐了十一的半小时,明天比赛结束后,打算提早出发回去,带小朋友边坐车边玩一玩,李新国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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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